因为我们在朝鲜那个住房那个房子啊 然后那个什么看病上学 然后都是免费 然后没有睡 用不上品是一样 对买什么那个吃的 还有也买衣服的时候就要用钱 自己买一些其他的格外的一些 那像就是说 比如生病了 那医院是就近就是去医院 对对对 那乡下的呢也是当地 乡下也有医院的 也有治疗所 还有那个什么专科医院 什么都有的 那就说如果乡下 就有些大病啊治不了 是不是就要来这边 也可以 它是自动分配过来 对对对自动 那个乡下的医院 开个什么饭啊 然后写个信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来到这个城市里的大医院 嗯 就移过来 移过来 这些这些楼是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 就是都是住宅楼 民用住宅楼 所有的都是民用住宅楼 这是 这不是 这个是研究所 研究所 那怎么才能够就是叫科就成为是科学家 是因为大学读的好啊 还是说 怎么就科学家是怎么评定的 科学家 科学家大学毕业后得到硕士啊 或者是那个博士 嗯 还有教授那些得到读学去那个中书啊 可以叫到科学家 然后那个我们你们也在中国好像也都听过啊 现在我们朝鲜现在以前好多次进学了什么核实验啊 对 那些制造核实验的那些人也都是叫做科学家啊 就重要的项目 或者说本身在领域里比较有成就的 但是基本上就日常的福利都差不多 只说住的可能会优先会特别好一些 对对对对 房子也面积也很大 嗯 一般是多大的面积 嗯 在我们就平壤室内的楼房的那个面积 嗯 到80到150 甚至也有一百八二百二的 嗯 那 距离的大街的那个 嗯 房子的话 面积大概是120多 嗯 小心小心 那出租车呢 打出租车有多少钱 打出租车 嗯 就是按距离算 按距离算 一公里 一般那个 我们的新国家 新国家是差不多一美 只得一美的钱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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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